Mass Percentage Concentration 質量百分比 我們講質量百分濃度 這個比不用 這是我們台灣中文慣用的 大陸中文我不清楚 質量百分濃度 表示100個質量單位 質量叫做 Mass 或者說我們把它當作是什麼呢 我們把它當作是重量 重量比較好講 大家比較熟悉 質量是比較學術一點 100個質量單位中溶液 裡面溶子的質量單位 聽不懂沒關係 來我們往下看 就是說 Mass 就是質量百分比 分子是什麼呢 分子我記得 分母叫Numerator 分母叫Denominator 我英文差怎麼辦 就這樣子 你來咬我 然後Mass of Salute 就是溶子的質量寫在分母 溶液 Mass of Salute 就是再寫一次 有沒有看到 溶子寫一次再分子 再寫一次再分母 這時候呢 Mass of Salute 就是水溶液 發現它這個沒有翻譯 這個不是我的問題 因為我都可以框起來對不對 框起來代表它是文字檔 它不是圖片檔 好 那會等於是什麼呢 也就是說分子就是溶子 例如我手上這一包糖 這一包糖 好來 然後呢 溶液呢 Solution就全部加在一起 溶子加溶劑 加在一起叫溶液 OK 這東西當分母 乘上百分之百 OK 請注意 總量是溶子加溶劑 合在一起 就是我們所謂的溶液 我念溶液 其實我習慣念溶液 來我們來看這邊 案例5.4.2 好 將10.0公克的NAOH 溶解在10公克的水中 請問它的量是多少 這個其實是我們很常見的題目 也是我們台灣勞動部 食品檢驗品集裡面的類似題 OK Solution 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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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融值分母是两个加在一起 这样很好记哦 所以这样算出来是多少呢 10.0公克的NaOH当分子 分母再写一次10.0公克 写上另外的纯水100公克 算出来就是9.09 也就是10.0除上110.0等于9.09 这个就不算了 有问题的话 你私下找我 我教你怎么运算 或可以打电算机 所以它质量百分浓度是多少 它质量百分浓度算完之后 9.09百分比的NaOH 请问一下 你这个东西要干嘛 我跟各位讲 很简单 以后你们到营养品公司上班 或到食品公司上班的时候 你跟你的客户沟通 你跟你的老板沟通 你跟消费者沟通 我们都会有个标准语言 你用百分浓度 哪一个百分浓度 什么温度 什么样的条件 纯度多少 所以这些都是化学基础 你不要说这个东西跟我无关 我想当营养师 我也想当营养师 我当时拆分考过好不好 我们考6科对不对 我只读过1.5科 其他的自己读来的啊 好不好 那一样 那相对起来 你这些东西你学会之后 你以后你在这些事情上 你才会知道说 原来有做的东西 学的东西会来会用到 只是我不知道各位要做什么 我不晓得怎么样去讲解更多的案例 好再来 然后呢 那个Node that the mass is concentrated and is reciprocal 哈哈 reciprocal 这边就是导数 reciprocal are two convert factor 就是两个会可以颠倒可以计算 就是说 质量百分浓度的导数是两个换算系数 这个没有关系 这个以后再讲 这个以后再讲 它可以分子分母可以颠倒 可以做一个换算 必要的时候可以换算 好再来 example 5.4.3 这边 Neosporin Neosporin OK就是叫做新胞菌素 这个在维生物学里面会学到 好这个字 这个字你背不背 没有关系 Neo 这个字是新 新旧的新 这是自根 自首的意思 再来 Sporin Spor就是A-P-O-R-E 是维生物背道单字 我不念带大家了 只是我背景是维生物 看到会比较 OK Anibiotic 就是抗神速 这个字我们保育器要背 Anibiotic Is a 3.5% M over M Neomycin Solution 就是3% Neomycin 这个东西是新梅树的解决 请问 How many grams 抱歉按到了 How many grams of Neomycin Eointment are in 50 grams of Einterman 这没有拼作词 Einterman就是软膏 Ointerman是软膏 像我们 Ointerman 在哪里 appears 就是那个 我手上这边有没有软膏 没有 就是用 用凡事领为基底的 例如像小护士啊 很多抹的东西 就是Einterman OK 这边呢 请问是多少,它总量3%,对不起,比例是3.5%,总重是50公克,请问怎么计算,来这里 它告诉你说这里有5.3%比的Neomycin,这样算出来之后,请问它这边50公克的话,预计的是有几公克,预计有几公克的话 它就是用这个算法,3.5%比上100,然后这会等于50,请问它有多少,50乘上这一块等于1.8公克的Neomycin 这是一个算法,另外一个算法老头子教大家用这个 我们保渔系用到的数学,例如像各位以后到大三团三课会算各种营养素 一个便当里面有鸡腿,有番茄炒蛋,有豆干,有两份青菜,请问它有多少钠 这个算法不一样,但是那个数学基本上大概不跳脱,不会跳脱国中的范围 那在这边呢,另外一种算法是我比较鼓励大家的,它就是说,它是100公克 里面有3.5公克,里面有3.5公克 好,那请问这个比例,同样的比例之下呢,50公克的总软膏有多少量的Neomycin 诶,这是不是很清楚了,对不对,这样的话你会知道说,它除以2 等于它,它除以2 诶,嘉老师我问你一个问题哦 这边是3.5克啊 3.5克的话,3.5克我心算很厉害,我跟你讲 3.5克除以2,就等于1.734 1.75克啊,这边应该是1.75克 但是为什么答案给你1.8公克 1.8公克啊,因为很简单 因为这边的话,有效位数3.5是两位 对,因此算出来的时候呢 1.75是3位,对不对 它有效位数,小数点后面1位的话,取降就好 答案就是1.7,后面四舍无如进来 就变成1.8 抱歉哦,这应该先讲另外一个章节的 但是我觉得慢慢讲哦,各位 各位就当做自己没有底子重新开始,来学这一段 好,OK,这段如果没有状况的话 我们准备再往下讲到体积百分比 好,那接下来我会到时用PHED给大家看 各位会更有概念 好,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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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OK